你讲了很多其他东西啦 很久没带大家看楼啦 这次带大家看楼 看这些正常人 好像我们这些正常人普通市民 卖了香港那层楼 来到这儿可以买到些什么 我首先看回中原呢 Yohoutan第五座第八座 最便宜呢449尺10尺两房就710万 如果7、8万拿来英国呢 就有些什么呢 我们这个区呢就是巴尼区 那你也知我一向住开巴尼区啦 巴尼区是什么区呢 就是英国传统的好学校区 那如果任何上网你打英国学校区 那麽呢 我想巴尼区一定是头三名的啦 在伦敦里面是头三名 那伦敦是全英国最好的啦 学校区来说 那我想你全英国当头五名啦 头五名的学校区 7、8万港元 可以买到些什么呢 开估啦 就是买到一间半独立屋 勉强都叫半独立屋啦 那拿来都有1300至1500尺的啦 香港449尺两房 那来到这儿呢 就买到1500尺四房 连起前后花园连起两个车位啦 香港的车位呢 两个车位收你200万啦 这儿呢包上送给你 连起后面的大花园 是超长的这个花园 包买也都好 那你经常说我带大家看烂屋 为何看烂屋呢 因为烂屋就任意装修嘛 那我就找了 我们今天看这家的左边啦 那这家Semi Detached的右边呢 就是两年前卖了的 那我上网找回呢 有些相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看一下呢 哇原来1500尺是什么感觉呢 就是这样啦 那下面呢 你见到呢 有一个客厅 不是sorry 是有两个客厅 那是有两个客厅 那虽然呢 它的装修就奇怪点 这个不知是什么国籍的人 搞到那么重口味啦 但是呢大家都感受到 那它那个空间感啦是不是 前中后三个厅 那后面呢 还有个落地大玻璃 给你看出花园的 食饭那时呢 早上喝杯橙汁 看着外面的虫鼠或者白夹呢 在这儿一起吃早餐 那都挺爽的 那后面呢 就是饭厅加厨房 那饭厅加厨房呢 就是extension来的啦 那它是另外再新建的 那我一会儿去看片 看我上个星期去拍的片呢 就拍到这个extension 为什么突了出来 就另外建这个饭厅加厨房 这家屋就是原本的家屋啦 你看呢 旁边是突了那么多出来的 就是把石架搞得厚厚了 上面呢 就弄大了好大的啦 原本是没有的那一层 它是由零变一这样多了 由两层变三层 除了下面有两个厅加厨房之外呢 还有个呢 是叫garden studio呢 就让你做运动的 就keep fit 就不可以出街跑 你都在家里跑啦 其实呢 这是一个车房来的 那呢 除了前面有两个车位之外呢 后面还有另外一个车房 但是你看我看的那间屋呢 就是一个很烂的车房啦 还有一个车房来的 那就很噁心啦 是不是呢 那旁边呢 就弄了个很漂亮的屋呢 就是把车房转了做一间屋 如果你付钱 再建一个漂亮的呢 那你就可以把车房呢 convert了 就不怕车 就变了自己另一个office的私人空间也好 你跑步也好 做什么都好啦 另外你看这个花圆 是不是 就是绿草如阴鸟如花香 大家看出去的感觉呢 是心抗神移呀 那楼上呢 就两间大房 一间小房 两间大房呢 都可以两边下床 哎待着 你可能说 咦喂不合数呀 明明刚才上面还有一层的呀 去哪呀 那我们看回我上个星期拍的那些照片呀 没错啦 就是有个三楼的 那就是这个业主在17年买了之后呢 另外自己再加建上去第三层的 那你就用一个整间屋那么大的空间啦 原本的屋顶里面 那现在就变成一间好大的房啦 是差不多有大半间屋那么大的 这些是很古老的 70年代的设计 就是呢 这个地下一层呀 就是这里呢 就是前面的客厅啦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小的比例 沙步往下走 就不是很大的 然后这里呢 就很过瘾了 是一个很古老的门 之后呢 还有这个呢 我以为是什么櫃来的 原来呢打开呢 是个厨房来的 那你煮完饭就放在这里呢 就拿过来这里呢 就去饭厅吃啦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饭厅啦 那刚才我们看的那间呢 就再向后extend了呢 就再多了一个饭厅出来 另外那个厨房都同时向后退了啦 厨房大了啦 那多了位呢 可以做多个厕所出来啦 那看完楼下呢就看楼上啦 那楼上的厕所呢 是挺漂亮的 新装修的 但是盏灯呢 好旧的 不知为什么英国人呢 对灯是没什么坚持的 他随便有盏灯就行了啦 那另外这些房又 其实你看到没什么流水呀 没什么大麻烦东西 纯粹是内部装修而已 换了些柜呀 游下一些墙呀 那就漂亮了啦 那窗望出去呢都好开阳的 最好呢就不是看着对面间屋 即是大家 兜口兜面地看着大家 那看着后面呢 基本上是没人看得到来 因为几好 有privacy 那再看隔离那间啦 这间小房啦 那小房呢就没啦 这间房都是拆了去的啦 即是如果你多建一层楼上呢 这间房就会变成一条楼梯的空间 或者小到呢 是用来摆电脑啦 那另外这间大房呢 就是又是不知为什么呢 英国人很特别的 他喜欢整个柜在床上 摘住这个头的 那我们就不对啦 那一定要再搞啦 那这些呢都是细数而已 虽然这条路 但是呢 叫做有些车的路啦 但绝对不是那些主要路来的 正常就不是很吵的 因为呢我们都试过关心过这个问题 就是呢会不会很吵呀 但是好处呢就是呢 他们整了那些双层窗 除了保暖之外呢 都很隔声的 所以呢 就不会太影响的 但是我自己都另一个 concern呢 就是会不会对着条路呢 那么近那么多车那么多死气呢 吸起来吸起来呢 很快死 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啦 那你就要考虑下啦 根据我们问过很多人经验呢 地下那个加件呢 就20万左右啦 上面 现在没见到的 起多一层呢 就大约30万左右啦 另外你再计装修 风剑游人那些东西就20-30万 那就买单700-20-30万 就搞定了啦 那如果你说不需要那么多位的 不要顶那层的 那又省下30万咯 可以打保宁呀 这里长到 有很多 旁边的屋 弄了个summer house在后面 那又多了个office的物体 这里呢 后面都还有的 我站这里 向前就有那么远 那么深的距离 中间那间屋 弄了个超大extension在上面 这个是semi-detached来的喔 不是牌屋来的喔 照着隔壁弄的可以啦 另外这些花圆东西就看怎么收拾啦 刚才见到的就是绿草如荫的 这里就整个堆田区这样的 扭扭扭扭 这些树就好像 晚上看午夜空凌那样 那这些就要收拾下去啦 那就铲走出去就是啦 最便宜的方案就是铲走出去 铺回草皮啦 那就靓靓仔仔咯 还有个车房来的 那就很噁心啦 那旁边呢就弄了个很漂亮的屋呢 就是把车房转了做一间屋 但是后面又多一间屋 然后这里呢又弄了extension 上面再弄个loft 然后就一间屋变了多了两间屋出来啦 你做灰姑娘呢 我给你后面有一间屋来住好吗 你自己住后面那间屋好吗 这间屋就是原本那间屋啦 你见呢 旁边是凸了这么多出来的 即是把整间屋退后了 上面就弄大了很大的啦 原本是没有的那一层 它是由零变一这样多了 由两层变三层 喂天台那层是怎样的 这个是示范的不在这里来的 我在第二间屋拍的 但你理解一下是怎样啦 好光啊 彩光很好 这里呢 就是原本屋侧边来的啦 它现在呢 是原本的structure来的 拿来做书架了 几好啦 看这边 哇这边 是不是很开阳 超级开阳 吞口点先 超级舒服啦 进去看看 这里是可以拉开了的 那变成了呢 它有个栏杆在这里 就很舒服啦 夏天那时 还有这个 顶楼的浴室 气缸 再看完后面呢 就是extension来的啦 你看看呢 就看着对面屋啦 你看看 旁边这些没起得那么漂亮的 旁边的屋都没起得那么漂亮 是最漂亮的这间的 最漂亮的这间下面的extension 是超大的窗 好新正 起了五年而已 看回来里面就是这样 好通透啊 好通透啊 这间对面呢 就是这样 起了这些叫dorma呢 就是动直了 墙 那个斜顶 那其实我们这里也是这样 我们这里呢 都是动直了 后面那个斜的屋顶 这边呢 是二楼 二楼是没有装修过的 是原装旧式的设计 大窗又换了身 好像 很有style 乖融的 但是有点像坐牢的 对不对 铁窗生奶 三间房 这里 加上有四间 这间是小房 书房 单人房 还有这里是主人房 这些呢 一看之后就是旧了 这些其实可以拆了 如果拆了烟通就大很多 其实可以拆的这些烟通 已经没需要了 这些呢 你整栋拆了它 那变成了移后 或者做个大衣柜在这里 就好很多了 因为这些位置又不是很好用 很难擠椰的 这些呢 这些呢 四百个 四百个这里 很古老的 这些是特意拿回 古老奶古老的 这些呢 还有这个木材 我又不喜欢这间的食物 好阴阴沉沉沉 好了 我们去看地下这一层 我先看这个前厅 前厅又有个火炉在这里 那这些是英国风格 看看你不喜欢 如果不是呢 拆了它 那这里呢 就是 铁窗生亚 但是后面这就很漂亮了 这间屋 这个大的island 新的厨房 看 多漂亮 这个是雪櫃来的 不是门来的 这些是雪櫃来的 这些是雪櫃来的 你可以 你可以 摆拆全部 去旁边 对 谢谢 还有这里呢 怎么样 正不正 多少钱呀 800万 不是 对不起 80磅 80万磅 对 给你一个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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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拜拜 好了 这就是外面的街 都很静呀 好舒服呀 外面就是大街来的 很多东西买的 但是转进来立即静了 这个地方很方便 这边是一间大排屋啦 算了 在门口够位排两辆车 我们看了排屋很小间的 这间是宽一点 门口大一点 进去 进去 退都进去 已经排到两辆车 已经很神奇了 排屋 这间排屋是1600尺 连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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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算很大了 80万磅 这个地方都方便 在这里近市区一点 还有近那个 HIGH SWEET 还有现在宣布了 6月30号才stamp duty 完成 又多了人立即看楼 哈哈 这间都算是正事 因为那个经纪跟我们说 之前是有人买来坐的 因为那个人做不到mortgage 所以就要再拿回起来 正常这些盘都好得很快的 我们看完之后有人要看啦 你已经入了第二个啦 是的 今天这么多啦 英国是不是很满呢 英国有很多公园的 给小朋友到处跑一下 不用每个星期六日呢 都带上去那些这么人工化的商场呀 那些不知什么地方呀 给他们自己跑一下跳一下 接触一下大自然呢 你说闷 可能你会说闷啦 我就觉得OK的 如果觉得好看呢 就记住给个like share分享给朋友 还有下面留言啦 Youtube就会认为 我们这条片是一条好片 就会帮助我们 再宣扬给更多普罗大众 去看到这条片啦 最后如果你还没订阅 记住订阅啦 因为呢 资料显示呢 我们有一半的人 有看我的片呢 是没订阅到的 如果你觉得好看 下次又想再看的话呢 那就记住按个订阅啦 知不知呀 这样啦 拜拜